需要来关心确诊的淘机航警 它的基因定序结果出炉了 是Omicron亚变种BA.2 而且也确定了感染源 是来自于落地裁剪阳性的印尼学生 两个人没有亲密接触 到底如何传染的还要再厘清 而日前日本还有一项最新研究发现 BA.2的传染力比起现行的BA.1 高出了30%到50 突破免疫的几率也高出了2.9倍 因此认为BA.2不该被视为Omicron的亚变种 而是要有自己的命名 不过对此国内医师看法两极 它的基因的序列跟19763是完全一致 行警怎么染上BA.2终于找到来源 基因定序后确认跟案19571 一名印尼入境生相同 证明学生2月10号入境落地裁剪时 刚好是行警的执行时间 不过两人没有直接接触 因此怎么感染的还要再厘清 连同这起以及高雄港和台湾女族代表队群聚 国内染上Omicron亚变种病毒 BA.2的传播链目前共有三条 而根据日本的最新研究发现 BA.2的感染力比BA.1高出30%到50 突破免疫的几率也比BA.1高出2.9倍 抗药性高6.4倍 对质量Omicron的单克龙抗体具有抗药性 同时也发现感染BA.2的白老鼠肺功能 恶化程度比感染BA.1的白老鼠更严重 认为BA.2不应被视为Omicron的亚变种 应被视为一种独特的变种病毒 要有自己的命名 还要密切检测 对日本的研究国内专家各有不同看法 不过都认为病毒演变传播力越来越快 但只要疫苗涵盖率高 重症率低 未来应该就是与病毒共存 解决英雄中文英台报导 感谢观看